可以耍 可以當勢啦 可以假的 可以當勢啦 先進步走 會不會 會有什麼 這不是平常 不是啦 這裡都住戶 出來面臨 對那個小孩子 孫子都在這裡 就是環境剛好 就是給人家亂拉 所以難怪 萬華這邊 風景就不好 你不要拉的話 或許還不會這樣 台北市萬華當地 存在已久的情色 站住文化 龍山四周邊 就有流鷹 皮條客 在棋樓 暗巷 熱情懶客 即便轄區嚴謹 極力掃蕩 長年來仍無法消滅歪風 中時新聞網記者 19號下午1點左右 走在猛甲夜市棋樓底下 就有名年約70歲的 大媽皮條客 上前來客 那快要什麼 是不是幾條 不是啦 不是 不是 一條樓一點啊 一條一條 那多久 一半小時 一小時 那哪裡人 哪裡人 幾乎 鏡頭是哪裡 鏡頭 哪裡 皮條客大白天 絲毫沒有避諱 對於消費方式全說了 沒想到走不到幾公尺 另一名皮條客 健壯男記者落單 上前攬客 講話相當入骨 這是那個皮條客 在你追求 在你追求 它是有很大的皮膚嗎 它是平日 在你講 或是有很大的皮膚 在你吃 我看歇著 你在我講 你還沒什麼 我看歇著 有多少錢 多少錢 多少錢 慢慢的 你講 沒什麼 但又有 你講 你不要 我講 你講 沒有 你講 沒有 那哪裡來的 哪裡來的 哪裡來的 萬華地區情色文化 沒有隨著時代演變而消失 反而根深蒂固 這也讓當地住戶苦不堪言 我們這裡都住戶 出來面臨對那個 小孩子的孫子都在這裡 你想環境感好 你想 人家需要的話 人家就會自己進去找 自己進去逛 看看哪些人的小姐 OK 還可以 人家自己會進去 你不需要這樣子隨便人家亂拉 你就是給人家亂拉 所以難怪 萬華那邊的風評就不好 你不要拉的話 或許還不會這樣 皮條客在路邊攔檢行人 甚至告知提供一條龍的服務 還有提供什麼樣子的小姐以及價碼 這種行為已經違反了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1條的規定 是可以除到3日以下的拘留 或者是1萬元以上 5萬元以下的拔還 近年來多國女子大主入侵萬華 公園裡捷運站外童 穿著火辣 濃妝厭抹的女子 做的是什麼工作 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 存在當地許久的拉客亂象 若沒有除根 居民生活品質恐怕不會提升